马上就要过年了 学会这道清脆爽口的小凉菜 就可以在家人面前大显身手了 首先把提前泡好的腐竹改刀形成小段 黄瓜呢用刀拍一拍 这样在拌的时候能更好的入味 再切点葫芦萄片搭配一下颜色 锅中烧水下入腐竹和木耳 等水再次开锅的时候捞出来 冲凉控干水分备用 倒入凉菜盆中 加黄瓜 蒜末 酱油 陈醋 盐 白糖 辣椒油 再来一把醉人的花生米 香菜段 用筷子轻轻的搅拌 拌凉菜啊 想要有形 好看 还好吃 那就不要抓着拌 要轻轻的翻着拌 阿龙呢 每天都会分享一道 简单易懂的家常菜 想学家常菜 关注我准没错 感谢您的支持